如果让你用绳子勒死一个人 然后把凶器藏到身上不被发现 你会怎么做 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免疫战弹柯南体育版第84至85集 海外成本版第87至88集 滑雪别墅杀人世界 这一天柯南小兰和原子 趁着假日去雪山滑雪 对原子来说滑雪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找男人 但放眼整个滑雪场 就只有五六个男人 而且各个名花有主 唯一没有对象的男人 就只有柯南一个 殊不知 柯南也不是单身狗 就在原子安然伤神的时候 有两个自称滑雪教练的男子过来搭讪 原子大喜 刚准备来场美丽的邂逅 他和小兰的小学老师米园就过来打招呼 而且还认识那两位滑雪教练 几人找了个地方叙旧 小兰他们这才知道 那俩男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滑雪教练 而是米园老师转任到飞护小学的同事 担任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玉田 和体育老师班警 他们几个同时组队出来玩 米园老师抬头看了眼钟表 发现已经三点了 但是和他们约好两点在这里集合的 英园老师珊珊 却迟迟未现身 莫菲特已经先到了 他们今晚租住的别墅里面 然后打算吓他们一跳 毕竟英园老师最喜欢搞恶作剧了 想到这个可能 米园老师他们就动身前往别墅 车不知道在山路行驶了多久 依旧没有到达目的地 就在班警怀疑走错路的时候 从热心市民口中得知 别墅就在半山腰那里 但是他们这一带一到傍晚就开始下暴雪 要下山就赶紧走 否则就要被困在山上 考虑再三之后 米园老师他们决定继续前往别墅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一下车园子就迫不及待地进屋参观 柯南则望着屋檐发呆 望着宽敞设备齐全的大别墅 班警他们有点担心自己的钱包吃不消 于是按戳戳提议 让姗姗来迟的英园老师付租金 说曹操曹操道 门铃响了 米园老师他们满怀期待地去迎接赞助人 那只懒人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英园老师 而是颇为不待见的报社记者 记者一进门就丢下一个重磅炸弹 原本他打算把车子停在树林里面等待事件发生 但天空不作美 开始下起了大雪 所以只好进来打扰 如果不同意的话 明天的新闻头条就是 背户小学老师将报社记者无情抛弃在暴风雪中 之后 米园老师让圆子跟他去铺床单 小兰和柯南去厨房帮忙 奇怪的是 小兰他们去到厨房的时候 中村老师不知道去哪里了 与此同时 正在铺床的圆子听到隔壁房间有异动 过去一看 更糟糕的是 下一秒 圆子也被躲在房间里的小黑捂住口鼻迷晕 然后勒薄 危灾旦夕 听到动静的小兰和柯南急忙过去查看 看到圆子倒在地上 小兰着急地抱着圆子让他起来 圆子却打起了葫芦 睡得香甜 这时 米园老师也醒了过来 据他所说 他是突然被人从背后捂住口鼻 一下子失去意识的 庆幸的是他没有被勒脖子 但奋力挣脱的时候把额头撞上了 凶手没有带走作案工具 但是带走米园老师的口红 还在他和圆子的手上分别写下了 咪和那的两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记者阴厕厕地说道 记者认为 这就是凶手想要传达给米园老师他们的讯息 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这不挺好 没人死亡 就不用像三年麦一样扭曲事实 隐藏真相了 这话引起了玉田他们的不满 就在他们和记者争诀的时候 柯南已经翻窗追出去了 万幸脚印还没被大雪覆盖 本以为跟着脚印就可以找到嫌疑人 哪只脚印延伸到别墅门口就停止了 说明嫌疑人还在这栋别墅里面 拥有身高优势的柯南注意到 中村老师的裤脚是湿的 学问之后得知 中村老师是因为煤气出了点问题 他就从后门出去看了一下 俗话说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一身反骨的记者可不会这样 饭照吃 狠话照放 别人以为盛情款待他 他就会忘记三年前发生的事 记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三年前的事情 但大家都闭口不谈 说明其中另有隐情 为了调查清楚 柯南用耳环式手机打电话给阿丽博士 让博士区的爸爸 宫腾幽作的书房查找案件资料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还有人要预袭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玉田开门后发现 暗门铃的正是迟迟未献身的音乐老师 刚想搂他进屋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柯南还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这哪里是预袭 分明是遇害了 脖子上有道明显的勒痕 说明他被人勒死的 而且尸体已经完全僵硬 死亡时间至少在九个小时以上 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是应该和袭击原子他们是同一人 因为音乐老师的手背上也写了一个字 连起来都是美奈字 一听到这三个字 玉田崩溃的爆头数算 嘴里还喊着不关我的事 得知因为风雪太大 警方无法赶来之后 小兰难过的说道 要让新一在就好了 有她在一定可以快速破案 避免有人再遭遇不测 说起新一 小兰眼里立马泛光 立即跟米原老师科普 就是那个在他不小心把大家的伙食费弄丢之后 从隔壁班过来帮他找到的小男孩 现在已经成为了高中生名侦探了 米原老师也有点印象 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记者就率先说出来 工藤新一 年仅16岁 经手案子无一错漏的名侦探 原本他还打算为工藤新一做一期专访 但是最近忽然销声匿迹了 听说是遇害身亡了 这话小兰就不爱听了 刚准备对回去告诉他新一还活着 一旁的新一本心急忙阻止 对于记者来说 死亡人数越多 报道就更吸引眼球 但是米花该有的品质他而有的 临走前特意提醒大家 要特别注意独自在二楼的玉田 记者的直觉告诉他 下一个被杀的人 是他 此时在房间的玉田也有这种感觉 之后 柯南到门口分析案件 门铃响起的时候 除了原则和小兰之外 大家都栽在一起 说明是外部人员 把音乐老师的尸体放到门口 不过这个结论很快就被柯南自己推翻了 因为他看到扶手上缺失的血和柱子上的钩槽 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这时 阿里博士也放完资料了 他打电话过来告诉柯南 三年前背后小学有一个女学生 因为考试压力过大 在排球室上吊自杀了 自杀的学生名叫望月美奈子 听到这个名字 柯南心里咯噔一下 刚想多问点讯息 小兰就出现了 还差点掉马 幸好楼上传来的尖叫声 打断了小兰刨根问题的想法 柯南让小兰守住楼梯口 他上楼查看情况 到房间一看 发现玉田也是被人勒死的 二楼的窗户是封死的 打不开 楼梯是唯一的出入口 一直站在楼梯口的柯南 也没有发现有人下楼 说明凶器和凶手还在二楼 就在那三人当中 但柯南搜遍了二楼的所有房间 都没有找到凶器 说明还在凶手身上 柯南将这一情况告诉众人后 大家互相搜身检查 依旧没有找到作为凶器的绳子 这下连柯南也懵逼了 他非常肯定凶手就在三人当中 但为何到处都找不到凶器呢 这时园子也睡醒了 看到敏玥老师没事之后 暗暗进行真日不幸中的万幸 以前敏玥老师是他们 全班女生崇拜的对象 听到曾经的学生这么喜欢自己 敏玥老师不但没有感到高兴 反而情绪有点失落 他认为学生们高看他了 他只是个普通人 无法为学生做任何事 就像今天园子被人偷袭 他也没能出手相助 接着敏玥老师自责 小兰和园子急忙出言安慰 失声温情的一幕 不但没有打动记者 甚至触发了他的毒蛇技能 对于敏玥老师说道 三年麦你也是这么被学生袒护的吧 接着又毫不客气的说出 三年前望远美奈子自杀的事 而在场老师都是美奈子 当年的任教老师 如今已经死了两个 杀人游戏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这可把柯南急坏了 为了尽快救出凶手 CPU都快烧冒烟了 不得不开窗透气 正是这一举动 让他发现了随风飘扬的风筝线 线头上还系着断掉的橡皮筋 再联想到之前在门柱上发现的钩槽 可那眼前一亮 解开了尸体自动按门铃的手法 现在就只剩下凶器消失之谜了 不过这个问题没有困扰柯南太久 在他看到玉田脖子上的一根头发后 就了然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虽然解开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该怎么把真相告诉大家 运用嘴踢毛利不在 后部选手袁子虽然在场 但是他一直在睡觉 对案件几乎不了解 让他当侦探太过牵强 小兰又太机智了 事后很难圆过去 用心意的声音通过电话讲述也不行 万一被记者报道出去 让黑衣组织知道他还活着的话 离死也不远了 就在跟他为难之际 发现他落单的小兰一马提起他 让他不要到处乱跑 怀里的耳机是手机也掉了出来 柯南突然想到阿丽博士曾经说过 蝴蝶结变声器可以直接和耳机通话 于是他用心意的声音 让小兰代替他说出真相 将大家召集到一起之后 小兰表示 今天一共发生了三起案件 一是原子和敏原老师遇袭案 二是英元老师的尸体自怒案门零案 三是遇条遇害案 而凶手就在在场的众人当中 文言记者欢欢上前说道 区区女高中生也想当侦探吗 知道推理出错的话 可以告你诽谤吗 弄不好还要面临退学 好家伙 那真要告起来 毛利岂不是赔的裤衩子都不剩了 背记者这么一威胁 小兰也有点害怕 但有心一座后盾 小兰十分自信地表示 见小兰这么有信心 敏原老师就问他 第二个案子里门铃想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客厅 凶手是怎么做到 什么之鬼不觉得让尸体案门铃的呢 乍看之下的确不太可能 不过只要用这根风筝线和橡皮筋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将一端绑着橡皮筋的风筝线 绕过门口的两根柱子 再把风筝线的另一端也绑在橡皮筋上 然后把橡皮筋套在音乐老师的脖子上 让他倾斜站在大门前面 再用雪固定他的脚 没过多久 橡皮筋在低温之下 很快就会因为丧失弹性而断裂 尸体也随之倒下 然后按响门铃 这个手法需要尸体全身僵硬才能做到 所以在他们到达这个别墅之前 凶手就先把音乐老师叫到这里杀害了 柯南刚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屋檐上有一些冰柱 如果没有人先到这里开了暖气的话 屋檐下是不可能有冰柱的 第三起案件中 凶手并不是故意制造凶器消失之谜 只是因为柯南碰巧的案发前 会一直待在楼梯旁边 扰乱了凶手的作案计划 要是柯南当时没有在那里 大家就会以为凶手带着凶器逃到了一楼 那行凶之后还继续待在二楼的凶手就能排除嫌疑了 凶手身上没搜出来是因为凶手用的不是常规的绳子 他把假发编得像绳子一样 然后勒死玉田 这是在玉田脖子上发现的一根假发 为了方便加工 用于制作假发的头发都去掉了表皮 摸起来质感不一样 因此凶手就是三人当中唯一留长发的米原老师 原子还是不相信米原老师会是凶手 明明他被偷袭的时候 老师就倒在他面前 小岚表示 那是音乐老师的尸体 米原老师把藏在床底下的尸体拖出来伪装成他的样子 然后制造响动 把原子吸引过去迷晕 再把音乐老师的尸体藏回床底下 自己在装成被偷袭晕倒的样子 以此蒙骗大家 并且为了让大家以为凶手逃走了 就事先在窗户外面踩出一串脚印 如此一来 米原老师就从嫌疑人变成了受害者 也更好接近下一个目标玉田 毕竟没人会警惕一个受害者 文言米原老师称赞小岚 不愧是名侦探的女儿 推理得很精彩 但假发是她为了掩饰自己的短发才戴的 根本没有办法当作证据 小岚难过地表示 没用的老师 假发上留下了一个铁证 玉田的脖子上有被抓挠过的痕迹 所以假发上也留下了玉田的血迹 至于作案动机 应该就是被害者手上的那三个字 知道自己无法狡辩了 米原老师也坦白了一切 她的所作所为都为了三年前被杀的美奈子报仇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 美奈子跟她说 她发现学校里有两个老师帮人走后门入学 其中一个是音乐老师 另外一个美奈子没有说 因为她不相信自己喜欢的老师会做出那种事 她要亲自去问问本人 谁知道第二天 美奈子就吊死在了排球室 她知道是音乐老师跟另一个人为了灭口才杀她的 所以她就把美奈子可能会喜欢的老师聚到一起 计划了这次索命之旅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美奈子说的另一个人就是玉田 她没有办法原谅他们竟然背叛喜欢自己的学生 甚至还残忍将她杀害 同为老师 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 不过她也没有资格说别人 因为她为了达到目的 也加害了原谅 至于美奈老师当年为何不报警 可能是证据不足 也可能是米花市市民对犯罪嫌疑人 有一套成熟的惩治极致 以上就是明天探克南滑雪别墅杀人事件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奖故事的朋友可以来个三连支持一下哦